庆帝最宠爱哪个皇子呢? 二皇子吗? 看起来确实是这样 但直到了解了小说中庆帝的终极谋划 才能明白陈平平送给范贤那八个字的重量 表面上看 庆帝确实对二皇子极尽宠溺 在家宴上 他不欣赏太子的正经为坐 反而要他多学学老二的不拘小节 范贤从北七回归 当面揭发二皇子与长公主合作与北七走私 但庆帝以茶无实证驳斥了范贤 甚至连一句寿命彻查都没有 以庆帝的老辣城府走私的事情 他会完全不知道吗? 其实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不仅如此 庆帝还将叶灵二指昏给二皇子 要知道 叶灵二背后可是大宗师叶刘云 叶家在庆国军队 也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力 让叶灵二与二皇子联姻 对二皇子来说又是一次实力上的增强 殿前作对 攀腐毛头直指二皇子 庆帝却在背后表态 你们这是在查朕的儿子 真以为我一点亲情都不念吗? 如此看来 庆帝确实对二皇子包庇宠溺到无意附加 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 在小说中其实对二皇子有着明确的描述 他的母亲是喜爱看书的书贵妃 而二皇子也继承了母亲的这一特点 自小喜爱诗书 并且无意皇权斗争 但庆帝并不希望太子一家独大 这样对他自己是一种威胁 对太子而言也少了应有的魔力 于是 庆帝时常给二皇子灌输一种错觉 让他认为自己备受恩宠 有机会争夺太子之位 甚至继承皇位 从而激发他对皇权的渴望 自然而然的成长为太子的对立面 再加上庆帝的暗中扶持 让二皇子羽翼见风 成为威胁到太子的势力 一方面能做到对太子权力的制衡 另一方面也能给太子足够的考验 实际上我们在剧中可以看到 庆帝对太子的严厉 都是在提点他该怎么做一个合格的太子 对二皇子骄纵宽人 却从来不管他的刑事风格 也不在乎他会成长为一个怎样的人 孰轻孰众 一目了然 任你二皇子怎么折腾 最后都不过是太子成长的魔刀石 所以二皇子会成为一个怎样的人 庆帝并不在乎 只要他在自己的掌控范围之中就好 一生都在庆帝控制下的二皇子 兵变失败后自杀身亡 给庆帝留下了四个字的遗书 观寡孤独 而这四个字也一语成衬 庆帝自以为操控人心 制衡各方 最终却成了孤家寡人 众叛亲离 范贤也终于找到了 那个问题的答案 你觉着是做臣子好些 还是做皇子好些 远离朝堂 远离权利 过肆意洒脱的人生 才是真正的最优解